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质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说实在的世界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一个快速了 不管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又或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轴 我们都需要实战的智慧 那怎么样能够全面的提升下 我们国内不管是各种 中型小型大型的企业家的一个 格局跟视野 那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是国立中山大学EMBA的执行长 林豪杰 林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小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请执行长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说实在的 今年真的是世界的总统大选年 那个台湾选完了 接下来11月大家都关注说 美国要选了 其实全世界今年大概六七十个国家 都在选这个新任的国家领袖 那我们来看一看 除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经济上 这个区域经济的一个变化也蛮大的 那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就是不管是政治的因素 或者是经济的因素 对台湾的整个产业经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对 今年大概会有七十八个国家 然后大概牵涉到四十三亿的人口 那个会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所以今年真的是影响非常大 尤其刚刚小姐所说的 美国的大选影响全世界非常大 那目前那个川普跟拜登 应该是确定两个会再次对决 那尤其那个川普他的声势 看起来也蛮大的 在目前的所有的调查里面 要把一周好像几乎都是领先的位置 那所以呢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呢在这过程里面 像不管是未来的能源 或者就是整个国际的政治 我想那个变化也不会太小 每个国家都要自求多福 那在企业过程里面 其实本来企业经营 就是在变动里面寻求他的机会 虽然有挑战 但是疫情里面有谈 就是违变所思 就是变就是要适应 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企业一个机会 如何在变里面寻找商机 那虽然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说就是台湾也面对一些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像台湾的科技的基础 是够好的 特别是台湾的半导体 那最近台湾的股市上2万点嘛 哇这个也是很特别 那这个部分我想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只是说这个根基如何 把这个根基这个半导体的根基 还有这个AI的商机 再持续延伸到其他中小企业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 更多的一些政府单位 还有一些民间企业需要合作一起来努力的 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发现一件事 你就以前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都讲全球分工 国际跨国企业 互信 合作 那在这几年都被打破了 大家各自为政 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好像又崛起了 所以这些我们的企业主 对于那种资讯的掌握之外 我觉得还是有新的学习啊 嗯对 这个以前我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有人就强到一个东西 叫做所谓的一球两制嘛 一个地球两个制度 也就是说以前全球化真的是 像夏小姐所说的 真的是完全被打破了 所谓的地球是平的 现在人家不会再谈这个观念 反而是谈说地球真的是非常的颠破 那很多的一些挑战 那所以特别是今年的大选 因为各个国家还有各个政党 那为了保护他们自己 为了他们自己政党的利益 可能那个关税壁垒 还有所谓的贸易障碍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可能又会加深加大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每个企业 就是可能不能只有 所谓的全球化的思维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地化的思维 可能也要具备 其实有一个词叫global call 就是所谓的全球在地化 global的view 就是全球的视野 但是你很多的action 就要localize 譬如说台积电 他要去日本 他要去美国 他要去德国设厂 那我们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厂商 也跟着去嘛 这个也是 那台湾其实面对 就是台海的一些局势的不稳定 其实这几年台商也被要求 就是有台湾加一 或是甚至Chinese加一 也就是说他们被要求 要有另外一个生产基地 那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增加企业的韧性 增加企业的弹性 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可能也要思考一点 就是我们 因为中小企业资源比较少 所以可能要思考一个 就是有没有可能 透过打群架的方式 因为我们单打独斗 真的资源比较不足 所以如何就是透过 所谓的生态圈 或是透过就是产业联盟的方式 就是一起结盟 到国外去打拼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在过去的急迫性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在所谓的这个关税壁垒 还有所谓的在地化越来越 就是盛行的情况之下 可能这些东西需要 更多的一些努力去突破 那想要请问一下 那个警长 说实在我们看到 国际的一个影响蛮大的 那国内呢 其实说实在的 国内当然有新总统 当然接下来可能就有新的内阁 那当然也有新的一个挑战了 那之前谈这个ECFA 那现在好像也不谈了 但现在水电都涨了 所以对于这些 你有很多的学生 都是一些企业主嘛 那他们在意的是哪一些的面向呢 那他们怎么样观察 那你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给他们呢 确实就是除了刚提的 这个国外的一些挑战之外 国内的挑战确实也不少 那其实整个今年的经济情势 我的预估看下半年有没有好 办法好一些 上半年其实应该不会太好了 虽然我们的股市上两万点 但是事实上 基本上是集中在几个产业上面 那所以就是很多中小企业 那特别是我们南部 很多都是传统产业 其实他们还是面临所谓的五缺 就是催水催电 缺工缺地缺人才 还有缺工缺 而且什么都缺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那比如说我的学生常常跟我要人 就是问我说 老师你这边有没有好的学生 或是说有没有好的一些人才 包括我们EMBA的 或是我们的就是 刚毕业的大学部的 或是寿司班学生 可以给他们来使用 那刚好啊 就学就业衔接在一起 执行长你不要挂电话 你不要挂电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会分享更多 好谢谢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企业家的格局视野 跟能力的培养了 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 就是国立中山大学 EMBA的执行长 林豪杰林执行长了 那执行长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哇很多的 企业主都跟你要人啊 很好啊这样子的话 学生对不对 毕业就赶快就业啊 不会缺人才的 对这个机会其实是真的不少 机会真的就不少 因为很多企业真的是 就是因为特别是台积电来南部之后 就有时机效应 然后整个薪水都整个拉上去 对中小企业其实有很大的一些压力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对我们的很多学生 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冲击 那但是其实我常常会跟我们的一些学生讲 其实事实上我们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去台积电当然有好处 但是如果从产业的整个发展来说的话 其实台湾也不能只有台积电 台湾还有很多中小企业 其实他们的经营的绩效 其实并不输一些大的企业 像我们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的毛利率可以到达 6-70% 7-80% 这个东西你可能很难想象 连那些科技公司 可能都没有办法 那所以呢我这些像这些就是企业 我也常常跟他们说 就是也不 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把他们公司 要学会做marketing 因为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常常都是很老实 就是默默的做 那实际上公司的好 就是没有让他掌线出来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那个工厂 就是厂内的环境 真的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公司也有这个格局 因为你要吸引国际的大客户 你要吸引好的人才 其实工作环境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一些 我们的EMBA的学长学 他们确实这几年 他们在整个公司的整个 就是remodel 都会花了很多的一些心力 那所以呢在硬体上面 也很大的突破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说在整个compensation的package 这个部分 就是说真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产业 我们的产品要价值 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看 台积电来南部有个好处 就是促使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也被迫要跟着升级 因为你没有升级的话 你就被市场淘汰 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你的升级 你的产品价值提高之后 你就有更多能力去互配给那些人才 那所以呢这些部分呢 我们的学生确实有很多的公司 这个几年呢 透过我们的EMBA的训练 他们重新去思考他们的商业模式 透过我们后EMBA的业势的一些分享 他们的重新去思考他们的经营策略 还有透过我们的学养学 他们之间的合作 他们一起 就是BIS之间 透过所谓的策略联盟的方式 或是合资的方式 他们产生新的商机 这个部分例子非常的多 那也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这几年 其实像我们本身的EMBA 我们去年的排名是全世界88名 只有台湾只有唯一 我们是前百大的 那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是大幅提升的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 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中山大学是好学校 但好美啊好美啊 大学然后有EMBA 还有后EMBA 也就是让很多的 就是已经在工作 或者是企业组的话 加强对自己的一个竞争底气 我觉得需要常常的一个学习 我看到有一个今年度的招生 从报名是从3月11号到3月29号 对我们的后EMBA 这是后EMBA 对但是我们后EMBA 我们的EMBA其实刚刚已经有提 我们后EMBA是非常的 EMBA是非常强 后EMBA也是非常强 我们取名叫做西湾生生署 西子湾就是东山大学的意象 生生不息的诗书 所以我们这里面 就是全部都是夜诗 包括我们大名鼎鼎的夏孕芬 夏姐姐也是我们的讲师 那就是我们的重量级的讲师 非常谢谢 那我们这里面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夜诗 用智慧来启发智慧 因为EMBA他们 我们希望提供他们 所谓的系统化的一些训练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过去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 那透过后EMBA的衔接 那所以呢 他们更可以从一些 所谓的实物的智慧里面 他们去领悟 他们去知道说 哪些部分自己要更加深 然后就像那个余芬姐 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格局 那个视野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部分 需要有智慧才能够启发 很多时候 那个知识是不够的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 就是成立后EMBA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初衷 那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每一年我们都邀请夜诗 从各个地方来跟我们的学员来分享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的学员也非常优秀 其实除了南部的学员之外 我们北部的学员 像去年有十几位 我想是从台大跟政大 读完他们的后EMBA之后 然后又来读中山后EMBA的 大家也都读得非常高兴 我觉得台湾本来就很小 台湾小其实应该成为一个大平台的 我们学生常常去北部去读书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 我们北部的我们的企业家 或高级经营者 能够回到南部来看看 高雄真的这几年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高雄这几年的商机 其实可能跟大家过去的想象 是有点落差的 其实我常常讲 我们常常去国外 可是我们对台湾其实是不够了解的 这样高铁非常方便 所以顺便一个月来一次 来中山大学来南部走一走 然后顺便散散心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学员真的非常优秀 几乎都是企业组 不然就是一阶的高级主管 所以同学连结的人脉是非常广的 而且就是后EMBA也是我们的校友 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 我们也会通知后EMBA的学员 一起来参加 所以你看多元的一个思考 持续的学习 还有经验的分享 这真的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非常重要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中山大学后EMBA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业 或者是多元的一个经验分享之下 培养一下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 跟国际的一个视野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国立中山大学EMBA的执行长 林豪杰林直营长 谢谢直营长 好谢谢殉文杰也好 谢谢同朋友 谢谢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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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radio